有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是爱情 它是否是一种味道 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 现实甜蜜 然后境界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晚里突然冒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失了不及 人就像缓重感冒打着喷 提发烧要休息 冷热敲替欢喜偶遇了此不疲 嗨 我是Ann 今天带大家出来吃喝玩乐啦 这回介绍了 这个经典鱼港呢 有那么一丁点的冷门 它是苗栗的龙凤鱼港 这边有一个小市集在我身后啦 不好找的人看着我怎么认 就认这个龙凤快潮 一旁就有这个小市集 简单说里面卖的就是一些小吃 然后后段呢就卖一些鱼货啦 那好奇吗 跟着我来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吃吃喝喝玩的有什么啦 跟着我 GO吧 GO 基本上进来呢主肉两边饿的人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呢看一下这个 他们家的鱼超级疗愉的喔 盐烤的 感觉很强 那这一摊呢有做代客烧烤 有兴趣的找他们 那现在就会卖了很多的那种炸物啊 饮品啊海鲜等等的 就是看你们自己啦 这小朋友来了呢 也不用烦恼没有可以玩的 这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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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让小朋友不肯走 因为太好玩了啦 好了我们后段呢就卖的都是许多的新鲜的鱼货啦 价格标示的非常的清楚明了 就自己来看一下啦 至于亲不亲民呢 就自己来决定了 因为本人不会买海鲜的啦 真的是海鲜白痴 那顺着走过来的最旁边这一道呢 也就是卖的是鱼货啦 走杯 yes 聪明 我刚才吃了往后起来 路过这一个呢 其实我非常有兴趣的就是我身后这一个呢 两支鱿鱼 他们就是专门在做烧烤类的 我呢因为我刚刚好奇 所以我看到他们的价格目标 他们在户外的桌上都有个价格目标 其实都还蛮清楚明了的 我等一下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因为他已经热晕了 我喝一口好不好 我可以喝一口吗 这是童年的回忆 淡珠庆水 好吧 我进来吧 好吧 我进来吧 位置坐哪边 其实呢夏天呢来到龙凤鱼港 这种小吃起里面非常热 很推荐一家啊 它叫做小蜜蜂臭豆腐 除了臭豆腐以外 它有卖蚵仔煎 化枝丸 所有的小吃 蛮多小吃这边都有 炒面炒饭啊 当然也通通都有 因为这边有冷气可以吹 超舒服的 店家那些超级超级超级亲切的 其实除了这家以外啊 这边在地的所有的店家 小吃店家都还蛮热情亲切的 那要讲的是后段的那些 生鲜鱼货的部分 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很喜欢 因为好像有那么一点的不亲民 价格与否我们自己看 自己参考最清楚 因为我刚才说过我是鱼货白痴 我真是不会买这东西的人 那来这边吃吃喝喝 我觉得路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 假期其实还不错啦 赶快开吃了 我肚子好饿喔 小米丰臭豆腐 准备吃了 嗯 感觉不错没有味道啊 还蛮酥脆的 这要辣这个更好吃 不错啊 A昂板哥带来大家 已经简单的游玩了 龙凤鱼港的渔市啦 吃喝玩乐其实还算不错 因为价位蛮亲民的 小吃都还蛮便宜的喔 我觉得推荐大家来这边 假日在这边走跳一下还不错 真心推荐大家在夕阳 傍晚时分来的时候 这里超美的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很多人在玩风帆船 怎么飞好远喔 看着我也好想玩啊 因为夏天就是要玩水 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 再往北走一点 再往北走一点 去骑砸车 新竹南辽渔港 十区公里海岸线 等着你去挑战啦 好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右下角按个订阅啦 按赞分享 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喔 A昂板哥有写部落格 M板哥生活事务所 等着你去搜寻啦 下回见 拜拜